Hello大家好 矢芸今天是一期久违的购物分享 快来看看我最近又买了哪些好东西吧 最近就是去了香港 去了北京 还去了苏州 所以真的疯狂的买买买了一波 我都不知道要从何说起 这次购物我觉得购入的最特别的一件单品说起吧 就是这一件 大家能看出来这是个啥吗 没错 这其实是一个爱马仕丝巾改良成的一件真丝外套 然后它其实是两个丝巾拼成的 就袖子这块是一个丝巾 然后身上这一块呢又是另外一块丝巾 爱马仕Brize de Gala系念的 应该是一九五几年的一块Vintage丝巾了 就是逛联卡服的时候偶然看到的这个牌子 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它们专门就做的就是爱马仕的丝巾和毯子改成的衣服 所以你穿出去呢就真的不会撞衫 然后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很多这些Vintage的丝巾都已经绝版了 而且很少会有人想到要去把丝巾改成衣服 做法又特别的环保 然后我挑的这一件呢 它这个袖子上的这块丝巾我也很喜欢 还有这个小人就是在拉马车 然后背后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巧思 就是它刚好把爱马仕的logo这一块 柴下来放在背上 就它白色的部分 还有小蜜蜂的这个暗纹 但是呢唯一一点呢就是价格有那么一点点小贵 2万块左右 2万多港币吧 因为我觉得它剪裁有很多的设计巧思 加上是爱马仕的Vintage雪板丝巾 加上又是真丝的一个面料 夏天穿特别合适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我还是能接受的 那么说到真丝的产品呢 我必须要给大家认一下的 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穿的一家真丝品牌Lily Silk Lily Silk呢是一家专注高端真丝和羊绒服饰数十年的品牌 而且他们家的真丝产品呢 采用的都是百分之百纯天然的6A级高端桑残丝 轻薄透气舒适感极高 那虽然我知道呢市面上有很多仿真丝的产品 但是很多皮肤比较敏感的姐妹们呢 其实穿这些仿真丝产品 因为往往都是化鲜的嘛 真的会非常的不舒服 化鲜面料很容易闷汗和过敏 夏天严重了还会长肺子 而且呢化鲜面料真的很难做到 跟真丝的质感完全一模一样 化鲜仿的那种真丝产品呢 它往往会透露着一种假假的光泽 而且呢时间久了还容易抽丝啊 然后起毛啊等等 但真丝的产品呢只要好好打理 是可以穿很久的 那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 就是Lily Silk的一个爆款白衬衫 它是赵物丝同款 它不是那种本白色啊 而是非常有光泽的这种百合白 这样呢更衬肤色 而且也更好搭衣服 而这件白衬衫呢垂感很好 非常的实用 是oversize版型的 不挑身材 除了像我今天这样搭配牛仔裤呢 也可以搭配西装裤 或者呢在家当家居服穿 也都可以 非常的高级又实用 那这条丝绒的连衣裙呢 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件单品 它这种材质呢就是很有光泽 剪得特别高级 而且也很亲肤 它这种设计呢就是很百搭 比如说你可以去当内搭穿 在一些正式场合穿高跟鞋 就可以当小礼服 穿丙底鞋呢日常也可以穿 它背部还有一个这样的链条设计 就是它的肩带是这样子金属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时尚又很有亮点 然后呢是这件wrap around的交叉领上衣 它的这种颜色呢我觉得非常的衬肤色 因为是有点caramel的这种颜色 腰部的设计呢就适合各种腰围 然后因为也是个短款 很方便去搭配各种各样的下装 比如说呢可以搭配我手里这一条 同时来自lilisilk的这个阔腿裤 这条高腰阔腿裤呢特别的飘逸 然后也是真丝的非常透气 走起路来真的很鲜 那么lilisilk具体的产品链接 以及折扣信息呢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资讯栏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看一下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 夏天穿真丝 而且如果你没有已经拥有一件 真丝单品的话 那真的非常有必要去购入一件 因为真丝单品穿出来的这种质感 真的和仿丝的是不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也是这次在香港买的 这一件香奈儿外套吧 其实我真的很久没有买香奈儿成衣了 然后这次我去香奈儿店里本来是想买一下包的 但是呢你们知道最近香奈儿包就是供不应求的感觉 就是感觉买香奈儿包的人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想买的那款就没有我喜欢的颜色 就看了看成衣刚好觉得 这一季的成衣这一件还不错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小短款 一个衬衫就是翻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配色是这种大地系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秋冬的时候去穿 尤其是秋天就可以跟这个秋艳很为一体 现在穿可能是有一点点小热了 内里呢也是做了一个就是呼应的这种咖啡色啊 我觉得上身真的超级好看 是这次非常满意的一个购物 然后呢就是这件罗伊威的一个上衣 因为现在这个我打的光有点强哈 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它上面有一个罗伊威logo的这样的一个暗纹 羊毛面羊毛针织面料的 然后算不上特别厚但也算不上特别薄 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crop top的一个版型 就是比较短的设计 都非常的适合出街 然后搭一些 不管是短裙啊或者是牛仔裤啊 就比较休闲的这种款式 还买了一双鞋 这应该是我近期购入的最满意的一双鞋了 这双罗伊威的鞋真的超级超级显脚瘦 然后我脚其实是属于比较胖比较宽的那种 所以很难有鞋就是让我穿上 我觉得好像我脚还挺瘦的 特别喜欢它的这个拼色的设计 它侧面有一个罗伊威的这个半个logo 就是这种L应该是四分之一个logo 就是这个L的一个设计 然后拼的一个灰色 然后中间是一个白色 然后后面呢还是这种嫩黄色 然后有一个罗伊威的logo 就也比较低调 没有那么的浮夸 这一块设计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就是这个鞋头 这样一整个是橡胶包裹过来的 然后既有设计感又很合理 因为这两边其实是你最容易踢脏的地方 那这种浅色鞋呢就很容易踢脏 然后踢脏也不好清理 所以它这样包起来 我觉得就很好的还能把这个鞋保护一下 而且重点是呢 穿起来也非常的舒适 这段时间我去北京的一些寺庙爬山啊 或者去苏州陪我妈旅游逛街什么的 就穿着就是非常非常的跟脚 就说到苏州啊就是这是一个我去苏州买的一个旗袍 其实我主要是陪我妈去苏州逛街 因为她想要买一些就是苏州当地的苏绣啊 包括丝制品 但是呢就是刚好进了绣娘 就是看到了这一件旗袍 我觉得它真的很复古 我还刚刚买回来它们给我包好 我还没来得及拆 但在店里穿了以后 我真的觉得这件旗袍很完美 然后它其实是传家那个电视剧里边 吴锦岩的同款 这件旗袍我觉得就是完美的呈现了 就是上个世纪民国时期那种 上海非常流行的art deco的一个风格 真丝的 虽然很透气很舒适 但它是双层的 所以就是还挺厚实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走在外滩上 然后配个小高跟 然后绝对是外滩靓丽的一道风景 超级适合在上海摊穿 而且它属于是这种比较复古式的剪裁 就不像现在的一些旗袍 那么那么的修身 它的腰身没有那么明显 而且长度也比较长 都快到脚踝了 所以这种版型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对于旗袍来说 我是偏爱于更复古版型的这种旗袍的 因为我觉得更有韵味 我就不喜欢那么贴身的 因为会感觉没有弹性 然后一动起来包裹感很强 舒服感更强 对 所以这种比较复古版型的旗袍呢 我觉得就是活动起来也更自由一些 所以我也推荐所有的姐妹们 就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种民国复古版型的旗袍 然后呢还有Helmet Lung的这一件 吊带 马甲 我不知道算吊带还是马甲 反正是这么个小短上衣 就是我觉得它的剪裁非常的优远 因为它有点参考了就是那种 Corset 就是竖腰的那种感觉 但它的骨呢又不是硬的 它只是剪裁模仿了Corset 所以就很显身材 但是又不会过于的束缚感 过于的勒 这样的一个大的U字领呢 又很显瘦 然后你们知道我是一个上半身比较胖 就胳膊比较粗的人 所以很少能有就是这种 吊带版型的小上衣 能让我的胳膊显得 哎还没有那么粗看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属于其中一个 我刚好碰到穿起来比较瘦的版型 面料呢也是应该是小羊皮 那最后呢是这个重头戏 这里面有好几件东西啊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个首饰盒 这个也是我陪我妈去苏州逛街的时候 路过柳一家是卖金丝楠木家居用品的店 然后我就进去 哎刚好我最近缺一个首饰盒 然后看到了这个 我真的觉得它的花纹非常的特别 那在金丝楠木圈呢 他们管这个叫好像叫凤尾吧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种 呈现的一个纹样 就像一个凤凰的尾巴这样 有点像羽毛的感觉 所以他们说 当然我也不是特别懂啊 但反正他们就说这个在圈内还是挺罕见的 比较常见的金丝楠木其实是那种特别特别泛黄的嘛 然后这一个是偏红一点的 我其实觉得它更耐看 然后我真的觉得金丝楠木太好看了 而且这一个呢 它不光是上面有光泽 它边上四边 每一边你看 它都是有不同的纹理 然后这个纹理都会跟着你观看它的角度 而去变换一个光泽 所以真的我超爱 给我定制了里边符合我需求的 这样子的放首饰的这个格样 一些首饰都是我平时常戴的 然后有两件 刚好是这次我刚刚在香港刚入的 一个呢是布什拉提的这个手环 这个是Opera 2的手环 那Opera 2的手环呢 我不确定我有念对吧 是念Opera 2还是Opera 2 它是意大利文不太确定 如果念错了请纠正我 反正呢这个手环呢 它是有拉斯工艺的一个款式 因为有一个更便宜的款式呢 它是没有拉斯工艺的 就只有中间这个 然后就是一条链子嘛 但我个人觉得 就拉斯工艺的这一款更加的特别 而且这本来就是他们家的独家记忆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购入 这一款戴上真的蛮好看的 然后它中间这个绿呢 虽然我知道它应该是法朗工艺 但是远看就很像带了个土姆绿或者肥萃那种感觉 我就很喜欢这种非常显眼的绿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非常喜欢拉斯工艺就是这样在光线下的一个反光 它有一种低调的奢华 就有点哑光但是又很亮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项链啦 也是不吃拉提的项链 诶 拿反了 也是不吃拉提的项链 那这个工艺没有那个复杂 所以要便宜一点 这个是两万多港币 我觉得不吃拉提在大牌首饰里面 还算是比较重工的了 然后它就是还比较值这个价格 然后这个呢也是他们的经典图案 这款有一个银色的有一个金色的 但是我买了银色的 因为其实我银色的首饰比较少 会比金色的稍微没有那么隆重一点 好了 那么这次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两个月购入的 比较喜欢的单品 你们最喜欢的哪一个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又或者你们觉得 我哪一个买的不太值当了冤大头呢 也可以评论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购物心得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